我叫林嵐,人們都叫我Jaffa 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一個指定的地方 可能在一個城市,可能在某一個展覽中心的地方 我就會根據那些作品,根據場域去工作 通常我用的物料多數都是清潔的物料 以前是清潔的木材 一直到後來就是用清潔的遮布 在2013年的時候,在藝術中是過展 那就是比較改變了我的藝術生命 因為一些作品從那時候開始就走向國際 例如遮布的作品就是 天空從很小的天空 一直放到日本很大的北斗星空 去到台灣就放到四千呎的亞洲的星空 所以那個過展對我來說很重要 但同時間那些木的作品都在過展裡面 一直就變成一些大型的公共藝術 亦都變成一個大型的活動裡面的塔印的板 所以那個展覽算是我人生之中 暫時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我想是沒有東西說是激勵我做藝術家的 因為我從小到大我自己喜歡畫畫 我是不知道的 是我媽媽告訴我 經常都是畫了很多不知道什麼的東西 那我的藝術其實是由我中學開始 老師鼓勵 畢業之後就很順理成章 去很多愛國的地方 好像我的生命就是在這裡 我沒有選擇過 不過一直就是隨著 我覺得是像海水一樣 一直飄 然後又回來教書 2020就是我念頭是由德國回來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再離開香港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限制 因為我自己覺得 雖然我還沒在外國讀過書 但是我大部分的作品好像靈感都是養份 可以這麼說都是外國不同的地方而來的 所以沒有了那樣東西 我突然間好像斷了一些 一些吸收的養份的地方 但是同時間 就另外就更加專注在香港 所以就反而在香港的展覽 是大量的增加 反而就是做了一系列 真的在香港的關於COVID-19的作品 這段時間 自己不能展覽 因為我大部分以前的展覽都是外地的 我不能去外面做展覽 其實朋友對我支持都是很好的 他就說不如留在香港做吧 然後就說一個接一個 所以去年那些展覽 我都覺得是由朋友的支持 因為這個時候 他們更加覺得要做多些展覽 怎樣去展示 就是好像大家都在想辦法 所有事情是突然間發生 突然間消失的樣子 在香港做成功 在香港做成功 做成功 做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